3 2 1 起 啟動 112年全國運動會正式進入倒數時間 台南市長黃偉哲宣傳大使懶懶 以及教育部常務次長林滕角等貴賓 一同按下倒數計時器 宣告112年全國運動會 即將於10月21日在台南正式登場 睽違16年台南市再度承辦全運會 市長黃偉哲除了感謝體育署 支持台南體育場館的優化升級 也期盼在亞運之後 全國民眾能持續關注全運會 各領域運動好手的精彩表現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到台北 一起邀請大家在10天後 也就是10月21日到26日 在台南我們112年全國運動會 即將展開序幕了 尤其大家知道在杭州亞運 我們中華隊許多台灣的選手 都有優秀的表現 而且獎牌數字創歷史新高 金牌數也跟歷史最高紀錄打平了 所以接下來的全國運動會精彩可齊 那我們希望說在台南以豐富的人文 禮運以及市民們 非常非常熱情的期待 能夠歡迎到來自台灣各地的 非常多的好朋友 以及來為我們一起 為最優質的選手 最優秀的選手一起來加油 台南已經準備好了 也感謝教育部 感謝體育署 一起來支持我們台南 尤其在台南已經16年了 從民國96年到現在 沒有舉辦過全國運動賽事 我們非常的期待 也都在各方面面都做得最好的準備 歡迎大家來台南 亮臉當然就是 美食 文化 觀光 尤其大家來台南看全國運動會的時候 不只是看全手優質的表現 在每天的賽事結束之後 一定要來台南走走逛逛 吃吃喝喝逛逛買買 所以都一定非常適合的 那在這個時候已經是秋高氣爽 所以台南的天氣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這幾天在中北部 還是有下雨的狀況 雲層蠻低的 所以在台南秋高氣爽一定非常好 適合這個旅遊 那台南不僅是東西好吃 人又熱情 許多台南的好朋友 都是熱情一代客的 那因此呢 我們在場館的議題準備 在我們接待人員 志工們的軟體準備 都已經做了最充分的準備 所以我相信一定給大家一個 非常開心的驚喜 尤其2023來台南 2024去巴黎 我們希望中華隊 我們台灣的最好的選手 有最好的表現 這一次呢 22個縣市呢 總共會有將近 7200多位的選手 如果包含隊職員 所有人在內超過1萬人 那麼在這個下禮拜 10月21號到10月26號 總共有6天的時間 在台南市來辦理 歡迎我們所有全國的民眾 我們一起到台南市 為我們優秀的選手 一起來加油 其實真的要非常感謝 我們台南市在我們 黃偉哲的黃市長 還有總會會 有一個用心的準備之下 已經做好了十分周全的準備 不管是從這個宣傳大使的熱力的議員 或者是包含了講台 比如說的設計 或者是包含了這個聖火的傳遞 以及剛剛介紹了開幕式的這個 節目的這個表演 都非常非常精彩 藉由剛剛我們張一斤總導演的一個說明 大家可以知道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賽事 所以歡迎我們全國的民眾 一起到台南為我們選手來加油 開幕典禮將於10月21日在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行 由張玉君擔任總導演 結合上百位台南在地表演團隊及特邀專業演出團隊 展現台南400年的文化能量 那我們這次影片我們以四大看點 第一個我們有極致的舞台美學挑戰科技主線 我們邀請我們雲門舞集以及德國世界舞台 市場的王一勝老師為我們操刀 把台南在地的地景地理人文樣貌 以及非常豐富的古蹟 然後結合我們演出會串聯在一起 臨望歷史洪流展望未來故事 我們這次的演出呢 希望能夠邀請來自全國的觀眾好手 我們都知道今年台南 明年巴黎 希望我們的台灣好手們 明年能夠進入到巴黎大陸 所以我們希望把邀請過去歷史裡面 以及在地的人一起來講台灣以及跟未來的展望 那我們這次的金獎之心參與製作 我們邀請到了有金曲歌王謝林佑 然後以及金曲歌王常布宜 還有我們的金鐘獎得主柯大寶 還有我們的三星音樂製作人 柯志豪老師 親自為我們從希拉雅到漢文化 以及在地未來的不同聲音 齊聚一堂 串人這次的故事內容 由於台南市登革熱疫情尚未解除 台南市政府也將全力做好各項防疫措施 及醫療準備 確保全運會圓滿成功 坦白講我們已經做了非常多的防疫的準備 連市長都下去噴藥 沒有辦法再多做準備 那因為這個是社區病 尤其我們在防溫區文方面 我們做了相當多的一個努力 而上週的這個病例數也比前週減少了8% 所以說這個病整體的病例是往下走 因此我想在這方面大家盡可以放心 不過放心也必須小心 就是說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運動場上不要受傷了 那做最好的暖身 不要有任何的運動傷害 因為過去曾經看到有一些運動傷害 也是台南的選手 事實上這個職業生涯就有大受影響 因此我覺得是保健好自己 做好自己的這個充分的準備 在這方面 台南市政府體育局表示 各項賽事規劃與硬體環境 都已經準備就緒 將提供選手們一個大展身手的舞台 也誠摯邀請全國民眾 一起為全運會選手熱情應援 10月21到10月26 我們一起為選手加油 Let's go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你答對了 你答對了 超音效 正常 走了 睡 Ore